执政港之间的政治角力延绰到副议长人选 属于乌统官司派的总秘书拿多斯里阿莫马斯兰 被指成为土团党的报复对象 当事人不愿多说 把球踢给土团党 土团党树立主席拿多斯里阿莫法伊莎 完全否认他们反对人选 但土团党宣传主任拿多旺塞夫名言 他们绝不会支持有诚信问题的人出任副议长 乌统和土团党的明争暗斗 没有随着换政府而烟消云散 反而在朝野大和解之际 执政党间继续较劲 国会下议院副议长人选动议 表面上以修宪增设第三人为有展颜 底下却盛传是土团党拦阻乌统总秘书 拿多斯里阿莫马斯兰的去路 甚至有乌统消息声称 土团党在为国盟政府垮台 报复巫统的官司派 对此阿莫马斯兰被网络媒体当兼大马 问道时三肩齐口 要求媒体直接向土团党求证 作为土团党第二把交椅的青年级体育部长 拿多斯里阿莫法伊莎 今天在大马羽球学院 为即将出战万塔苏迪曼杯 以及阿胡斯烫油杯决赛圈的队伍 主持授旗仪式后 在记者会上被问道时 只是轻描淡写回应说 既然临选动议展言 就没有所谓的反对人选问题 阿莫法伊莎 以临选动议展言为由 党下正面回应 另一边乡的土团党宣传主任 拿督旺塞夫发文告扩论高谈 而且口径不一 他表明土团党欢迎任何政党的副议长人选 可是有一项铁定原则不能妥协 就是有关人选不能诚信破产官司缠身 旺塞夫强调 执政党联盟在如此重大的课题上 应该听取各党的意见 任何副议长人选都该事先与土团党商量 无论阿莫马斯兰是否真的不够票 副议长临选动议展言已经板上钉钉 准对这项动议几时回到国会台面 掌管国会和法律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 拿督马斯·艾米亚蒂透露 国会事务反重 因此副议长空缺 预计在这次的下议院会议尾声拍板定案 话虽如此 马斯·艾米亚蒂也补充副议长临选一事 得虚实会议进度而定 星期一召开的国会下议院会议 将在下个月12号结束 下一次会议则是从下个月25号开始 直到12月16号 下一次会议则是从下个月25号开始